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赵丽颖白色装扮甜美雅致,青春不老模样,让人忍不住都会多看己眼。 近年来专注演艺事业的赵丽颖多部影视作品收视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而她本人的穿搭也是越来越时尚靓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白色穿搭的赵丽颖吧! 的白色穿搭是非常适合赵丽颖这类型的,一席优雅的白裙,展现出她青春靓丽的身形。 纯洁的白色让人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而长着一张娃娃脸。 加上经常饰演一些娇俏可爱小女生的赵丽颖,穿上白色服饰,更是尽显俏皮可爱。 面对镜头,赵丽颖完全无惧镜头直拍,一袭白色长裙就如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让人有一种走入童话故事的感觉,感受清新靓丽的美。 精致而不湿淡雅的妆容,没有太多粉墨的装扮。 赵丽颖更好地衬托出一股小仙女的香气,而且姿态非常的儒雅,肤色也是非常好,让人有着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搭配飘飘长发就更加青春可人了。 说到对于白色长裙,那么这也是当前夏日里不错的选择,优雅浪漫的感觉。 如果是喜欢这类的裙子,而且有着赵丽颖类型的身材,那么穿上一席白色长裙。 轻松就能吸引众人的眼球,妥妥成为都是李亮丽的风景。 在选择白色的衣服的搭配上,建议选择简洁的风格,而且无需过多的点缀。 例如赵丽颖简约风格的穿着旧式很符合这样的特点。 同时可以选择小巧的迷你包等单品来提升整个气质和高级感。 当然要驾驭白色的服饰,还得需要女生本身有着欠美的外形和有着优雅靓丽的个性气质。 而白色的服饰穿在赵丽颖身上不仅能恰到好处地展现甜美的个人风格,还能突出落落大方的气质。 而且在青春少女风方面也是大大的加分,完美地凸显出赵丽颖个人独有的特点。 在演艺方面,多年打拼的赵丽颖已经有着纯熟的演技,能够轻易地驾驭各类风格的电影或电视剧。 如电影《公所沉香》,她颠覆甜美形象饰演的反面角色琉璃让她冲破了美貌萌妹子的界定。 在电视剧《花千古》中,她把花千古每一个人生阶段的尺度和人物状态都拿捏得很准确。 这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信赵丽颖也将越来越出色地给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